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那麼今天台股中場下跌199點 盤中曾經下跌302點 那麼成交量擴大到1200億 就今天的格局 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 那麼英國正式公投確認 即將脫離歐盟 當然造成今天黑色的星期五 不管是亞洲股市 或者是歐美股市 我相信都會對這個消息 做一個比較明快的反應 那麼今天比較有趣的現象是 當台股盤中302點的重挫的時候 那麼觀察我們盤面上面 其實你用收盤的角度來看 也是一樣 今天盤中跌停的加速 看好喔 今天台股市重挫302點在盤中 中場下跌199點 跌停版的加速 上跪只有一加 上跪只有一加 那麼以上市的角度來看 跌最兇的 是日股2X 跟日本2X 還有香港2X 什麼意思 我們台北股市 那麼過去一個禮拜 大家講說高檔震盪整理 650億上下的成交量 今天震出了1200億 那麼我們台北股市的商品 也越來越多 今天如果不是日本重挫 不是香港重挫 你很難發現 喔 原來我們台灣還有這種東西喔 日本2X 香港2X 對不對 所以 我今天要跟你表達的事情是 當台股好不容易震出量了 當然我們昨天講過 季縣整理的第9天 今天是關鍵 那麼能不能越過前高 今天也很關鍵 但是意料之外的 本週的K線 是收黑的 是收黑的 當然 英國人決定要退出歐盟 那麼這一場政治的豪賭 當然是英國的首相卡麥隆 那麼他的豪賭錯誤 造成他自己也要下台 那麼國際股市的震盪 今天台股三大法人 總共賣超147億 當然如果你以時間上面來算 現在確認要脫歐了 那麼接下來2017年到2018年 歐盟的理事會會通過退會協議 到2019年或者是2020年 那麼英國才會正式的退出歐盟 從2016年到2019年 這中間三年的過程裡面 那麼我大概可以推估 歐洲就不會太平靜 歐洲不會太平靜 當然今天所有人關注的 並不是歐洲 所有人關注的事情是 那麼這一件事情 會不會造成歐元區的解體 這是你要去從很多的角度去看 那麼如果你是 就像之前歐洲五國對不對 每個人都很擔心說 哇這歐洲五國的負債那麼高 然後呢會造成說 他們到時候不完了 退出歐盟 結果反而現在是 體質相對比較好的英國 告訴你我不完了 我要退出歐盟 這個影響的層面會去取決於哪裡你知道嗎 去取決於誰是歐盟裡面的受惠者 這一點我相信小國他們不會想要退出 但是大國包含了法國 會不會考慮下一步 這個你要去觀察 但是就台股的角度來看 今天我們的行政院長告訴你 其實對台股的影響不大啦 講真的 央行也告訴你 英國對我們的貿易的位階裡面 他是我們第16代貿易夥伴 我們對英國的出口 僅佔出口的1.35% 所以衝擊是比較小一點 那麼林行委長他也告訴你說 假設國安基金真的要進場 前提是什麼 非經濟因素 如果脫歐會造成經濟影響 衝擊台股的市場 正確市場 造成心理的崩潰 心理的崩潰 那麼他就會考慮進場 但是我就今天的角度來看 台股盤中曾經跌了300點 尾盤拉了100點上來 大概就有人出手了 這是我的觀察 那如果講到信心崩潰 我覺得法人才是信心崩潰 今天我相信融資他並不會減太多 因為過去這一段時間 台股佔上了8200點以後 那麼佔上季線 整理了這麼多天 其實融資並沒有大幅度的增加 那就表示說 這一波雖然英式操盤 我講結論 這一波英式操盤雖然想要挽回 台北股市的信心 但是就過去的角度來看 似乎並不太成功 並不太成功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 中場說在哪裡 8476點還是站在季線之上 盤中雖然跌破 但是就是有人把它給拉起來 好 那從這邊往回算 從5月31號正式確認站上季線之後 到今天為止 走了一圈 走了一圈 並沒有漲 他也沒有重挫 對不對 但是就心理層面上面來講 下個禮拜三 你要特別留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在上個禮拜的時候探討過 我說當上漲到第五週 回撤第六週的時候 如果今天沒有所謂的英國事件 基本上這個禮拜就是往上攻 對不對 所以在今天之前 台北股市的週限它是紅K棒 但是因為今天重挫 所以這個禮拜的週限變成瘦黑K 好 那我們要重新計算時間波 來放到這邊 過去從7999點 拉到這一波的最高點 這上漲了五週 從這一週往下算 這個禮拜是整理的第三週 那麼你以空間上面來看 目前這個紅K棒它還是有效的支撐 它還是有效的支撐 時間波走的三週 下個禮拜是第四週 好 那麼修正第三週 英國確認脫歐 對不對 下個禮拜三 就是修正的第十三天 我假設控盤者真的要表態 那麼下個禮拜在這之前 它就會告訴你 台股到底是無機之潭結束 回歸基本面 還是它一樣要去執行它的意志 挑戰8871點 這個地方 就我的觀點來看 其實 從英式操盤的開始第一天 5月23號 到它滿月 到昨天為止 那麼表現是可圈可點 可圈可點 控制得非常好 來 所以這一波英式操盤的起點 到這一天重挫 我就告訴你 這個缺口是右空缺口 還是所謂的起跌缺口 我們如果把今天 英國的事件給排除掉 那麼你可以發現 它真的是一個什麼 真的是一個右空缺口 對不對 所以我以右空缺口為前提 我告訴你 往上攻擊這條下降反壓線 帶量1100億到1300億 好 到昨天為止沒有什麼變化 可是今天 英國盤中確認脫離 歐盟 那麼它就告訴你 亞洲股市開始全面重挫 當然 我們身在亞洲 一定會受影響 對不對 所以放到這邊 來 這一波從最低點7992點 反彈上來臨漲20天 好 從這邊開始起算 今天剛好下跌破底對不對 是第11天 什麼意思 今天一根長黑下來 剛好去點到 英式操盤的高點 開始往上拉 開始往上拉 來 所以就格局上面來看 下個禮拜三 是修正的第13天 修正的第13天 那麼禮拜三之前 前後 它就會開始有控盤者出現表態的動作 它會告訴你 這一波的季線支撐到底有沒有用 因為季線的扣底在這裡 接下來是來到這裡 對不對 大概會有半個月的時間 好 所以如果季線是有效支撐 即使下個禮拜開低 它也會收腳上來 因為它會以這一區黃色的為基準 反之 它如果 只是 很明白的告訴你 我英式操盤只有要漲20天 那麼接下來這個行情你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 我們不會預設立場 我常常講過 預設立場 永遠沒有辦法 去掌握真正的趨勢 這波我們講過 往上攻擊的過程裡面 當然下個禮拜還有重量級的全支骨 台積電要除全息 對不對 會影響指數 一定會影響指數 但是就我們的觀點 我說這一波往上攻擊然叫電子 而且是什麼 3008大立光 來 到昨天 它還在創波段新高 還在創波段新高 今天一根下來 好 那 站在我的角度來看 今天 英國 真的確認脫離歐盟 難道 我們的台積電就不用做生意了 難道 iPhone的信息就不用發表了 難道 大立光就不用出貨了 難道 我們的新腰就要停止研發了 都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 這個部分你把它撇開來看 短線上面 機短線上面 一定會有心裡面層面的影響 畢竟法人必須 城市交易要執行 跌破哪個點他就必須要去砍股票 對不對 但是就我的觀點來看 電子股一旦回穩 就代表大盤修正結束 所以當電子指數領先大盤回補缺口的時候 我告訴你 這個是沒有錯的 結構是對 結構是對 到昨天為止都還OK 沒有什麼大問題 今天你回過頭來看 電子指數留下一根非常長的下影線 來放在這邊 這一條是際線 他來測到際線之後 立刻往上拉 拉回到頸線附近 什麼意思 如果下個禮拜三 控盤者要護盤 那麼基本上 他就必須要對電子股表態 因為電子股今天是粗量的 是粗量的 而且這個量比這個量還大 這個量大家應該都記得了 MSCI調降臺股的權重 對不對 剛好在這裡 那現在回過頭來測際線 形態上面來講 他如果再整理個一半的對稱形態 就可以化解這邊的反壓 所以如果你問我 我會告訴你 先不用急 下個禮拜三之前 控盤者一旦表態 那麼英式操盤的抑制 還是會持續的進行 往8871點邁進 所以接下來你應該看哪些族群 看哪些指標股 還有當然不可避免的 今天跌了300點 生計股的指標 好 號頂盤中跌停擺 你該怎麼做 謝謝她之後 我馬上回來 恢復家園時 請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護 冰箱解凍過久的食物 請丟棄 水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積水一周就會生蚊子 廢棄容器要盡速清除 堆分警覺 堆分自我保護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拿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紙舊世界 千年每天 回到現場 當然現在 今天 旁邊這麼震盪 讓很多人 真的想起我之前講的這句話 我說 台北股市裡面 各位投資朋友 你的操作 不可能像法人這樣子 無限制的做擴張 每個人的資金都有限 風險來臨的時候 你該如何控管 這個很重要 那 我在類似這樣每天在講 請你持股濃縮到無檔以內 濃縮到無檔以內 濃縮到無檔以內 你只要看著我的節目 你每天執行這個紀律 我相信 今天盤面 震盪這麼大 你如果對於自己手中的股票 夠了解 那麼 你就不會害怕 反過頭來講 你會在這一段行情裡面 尤其是震盪的過程 我剛剛講了一句話 其實台北股市我看那麼久 原則上都不變 這一種 你短線上面看到的幾點 你必須要看出一個端倪來 如果他真的確認翻空 就像我之前在台股 相對高檔的時候我講過 這邊我看保守 後面殺到八千點 對不對 這一段去反映基本面 這一段是反映新政府 英式操盤 所以我這邊我告訴你 如果我做多 我也只會選生計 畢竟 電子股 對我來講 吸引力並不太大 你看我節目這麼久 你也應該知道我的看法 來 所以有些股票 我今天看到有一張股票 還在中錯 來 3490的單景 那麼你記不記得我5月31號的時候 講過什麼話 我5月31號的時候講過 我說 當台股站上季線 產業跟個股會開始分道揚鑣 你今天回過頭來看 5月31號單景在哪裡 單景在這裡 有沒有反彈 有反彈 但是領先大盤破季線 連續兩天 今天盤中還跌停板 連續兩天跌停板 那 追本溯源 你看他的業績 當然是一直在衰退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有時候 我們在股票市場裡面要說服別人說 當台股站上季線 你必須要去賣某些弱勢的股票的時候 對於投資朋友來講可能是真的很難接受啦 徐老師台股站上季線 如果後面噴出去 我的股票會反彈啊 為什麼我現在要賣 那我就說 站上季線就是開始分道揚鑣 台股站上季線之前 這一段 五月三十一號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 每一個股票都會反彈 對不對 每一個股票都會反彈 單景有沒有反彈 有啊有反彈啊 反彈過後呢 弱勢就該跌 反應基本面 所以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說 當台股站上季線 或台股今天中錯 我就應該怎麼樣 不是 指數今天的中錯我講過 今天三大法人 他們才是最恐慌的那一群 你的操作不應該跟著法人起舞 不是嗎 趨勢向上 汽車電子升計 趨勢走平或衰退的 請你避開 那個時候就是一個分水嶺了 現在一個月快過去了 你有沒有發現 真的耶 那有些股票除全期空單強迫回補 結果一除完全期之後開始中錯 我覺得還在講雙紅對不對 空單強迫回補完 空單強迫回補完 開始下來 之前空單補在這裡 現在空單補在這裡 當然今天股票會跌 很多人講說大盤再跌 每檔股票都在跌 對啊 這是事實嘛 可是 跌的過程裡面 有些股票是洗盤 有些股票是來真的 你怎麼去區分 把整個主軸給拉回來 真的也要做多股票 請你買產業趨勢向上的 這個族群是多頭比價上去的 生計 從我翻多到現在為止 我的看法沒有改變 因為過去從 你把今天之前的盤勢摊開來看 能夠比價而上的族群 不都是生計嗎 5月27號周線做突破 今天生計類股 來 做回測對不對 回測到哪裡 剛好回測到季線 技術型態突破 ABC 收腳 關鍵是誰 關鍵當然就是耗頂 當然就是耗頂 所以耗頂會影響生計指數 反過頭來講 當耗頂回測完畢 他確認說 沒事了 那麼你去想 解鈴還須細鈴人嗎 真的要漲 也非耗頂不可 非耗頂不可 所以為什麼前一波生計有 出生段跟主生段三至一 也是因為耗頂嗎 對不對 對不對 當時台股重挫 去年8月25號的時候 台股在哪裡你知道嗎 台股在這裡 當時恐不恐慌 當時非常的恐慌 1萬點摔到7200點 前一天大盤還重挫什麼 單一天重挫500點 大家印象深刻嗎 隔一天我告訴你 做多要買什麼 不是疊生電子 也不是什麼肌肉的全脂股 也不是什麼法人烏殺股 都不是 去買耗頂 後面發生什麼事 你買耗頂 這一段竹竹漲了1.7倍 你當時應該很難想像 就跟今天一樣嗎 你當時應該很難想像 居然有股票可以從這裡 大盤還沒創新高 大盤還沒創新高 可以直接從這裡噴到這裡 所以我講說這三天絕對是關鍵 你該賣掉的股票 該弱勢的股票 該剔除掉股票 趁這兩天趕快把它剔除掉 回歸基本面 回歸基本面 浩頂解盤完畢之後423塊 第一次 後面第二次500塊 後面第三次475 後面第四是489 昨天尾盤往上墊高 對不對 1234 四次買點 那我昨天告訴你 技術形態上面要克服什麼 缺口跟錢高 那今天 台股重挫 如果關鍵的時刻你該做什麼 4174的浩頂 來 今天盤中跌停板 503 你又看到五字頭了對不對 503 那我做什麼事 但是 我會告訴你 今天 英國 脫離歐盟 難道浩頂的新藥 就不用再做三期了嗎 難道他就不用申請FDA的突破性療法嗎 難道公司全部就停頓了嗎 不是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台股重挫302點 我告訴你 新會員 就是進場佈局 方向不變 遇到亂流 就是趁亂減便宜 趁亂減便宜 趁亂減便宜261 趁亂減便宜513 也唯有亂 才會有把 沒信心的籌碼給洗出來 這是我的看法 提供你做參考 這一波你要做多 請你鎖定生計 要華耀7月19號掛牌之前 好好的把握這一波的比價行情 今天台股重挫300點 你操作上面有任何的疑慮了 手中有持股 不知道怎麼做調節的 我歡迎你 跟我線上助理做聯絡 跟著我們的腳步 一起來佈局 全新的格局 祝各位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並自負投資風險